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到九州紅本 除了大官風、紅本城、八千代在這些老上景點之外 還有很多和水有關的體業活動一定不可以錯過 不是每次都去找紅本紅的嘛 但說到水了 一定要試試位於球磨村的漂流 他是日本三大急流之一 亦都是人吉球磨地區 最具代表性的體驗觀光活動 當中分為清流路線和急流路線 今天我們就試試這個比較平穩的清流路線 整個過程大約50分鐘 收費2700日圓 出發前會有港師港街盒注意事項 還要足足安全措施 畢竟水上活動安全點 除了可以欣賞到兩岸風景之外 還可以親身體驗蛙洲 說真的木份真的很重 開啟 我用你畫得很好 你幫我問他請不請 我做了 明天就好 過程都會經過幾個急流 但又未至於會弄到全身濕 相機、手機之類的拍攝器材 握緊一點點就沒問題了 來紅本雖然不一定要找紅本紅 但誰知被我在水前紙成翠原又撞到他 這些就是緣分咯 和我一樣那麼胖 其實水前紙即是至人親王淫屍唱歌的地方 而成翠原給人的感覺很優雅寧靜 適合白文青拍照打卡 成翠原當中還有一座出水神社可以參拜 而在這神社入口 就有個傳說能治百病的泉水 稱詞金條 稱為長手之水 要走運整個水前紙 大約30分鐘就完成了 如果行程退學 記得來這裡游轉咯